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痛斥了在美国社会新的对白人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的说法 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的说法 他抨击的主要是拜登 这个月是焦越 焦越我们知道是有那样的故事 拜登特意向外表发布声明 他要召集数千名反白人至上者各种颜色的人 来参加集会是参加游行 然后他就拜登讲了一番话 说我是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坚决反对者 那当然我这色不够黑 大概是这个意思了 就这么个说法 色不够深 是这么个说法 那卡尔松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完全主题谈到的就是白人至上主义 美国社会把所谓的白人至上主义 至上主义者当成是这个就是猥亵而同的 而不仅仅是恋同屁 就是他是那么下贱龌龊的东西 被今天的美国社会 美国的媒体 美国的政府 美国的总统 以这样的方式去讲述 但是谁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什么叫白人至上主义者 那拜登在他的讲法中呢 说白人至上主义者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美国只有14%是黑人 剩下只是百分之几有其他颜色的人 那白人占绝对大多数 到底谁歧视谁 谁至上谁 对不对 这个东西你要把所有白人都杀了吗 你把自己给染了色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完全是一种虚无的 卡尔松在早期的节目中 在2019年节目中 就抨击过 在黑人命贵的时候 也抨击过白人至上主义 那个东西 他认为那时宜完全是一个欺诈 这种完全欺诈 就像打枝一样 就像我们看到病毒一样 就是今天在美国盛行的一切都是欺诈 民主本身也是欺诈 就变成 基本上变成这个 法治是欺诈 如果法治不是欺诈 那川普为什么被 今天被告 如果法治不是欺诈 在当初 川普第一次被弹劾 却源自于 那拜登家族从乌克兰拿了两个五百万 把自己给卖了 把自己卖肉了 对不对 这个故事基本上是这么来的 所以这就是 这是卡尔松的一个宗旨 卡尔松这种唾弃的一种说法 唾弃的一种宗旨 我个人觉得是蛮特别的 那里面就是通篇的是讲这个内容 基本上主体是这个内容 那我注意到呢 他把自己的封面 把自己的一个头像改掉了 所以用了一个他钓鱼的野外钓鱼的这张照片 这是又换了 所以很显然 他在他在吉利 在我眼睛里 他在尽他最大可能 跟福克斯划清界限 是一个孤独的 在回归自然的 回归原始的 就像农民一样的 一个孤独的钓鱼者 一个生命的享受者 一个生命的追求者 所以他头像跟他背景 再次出现改变 有他自己的隐喻 有他自己的说法 他是一个独立的战士 他是一个独立的人 既有他的上面是他的背面 面对自然的一切 那正面的头像 面对人间社会的不公 这是你要看出他的思想 你要看出他的故事 你要看出他的背景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很有趣很有趣的对比 也就是说卡尔松 确实有他独立的一氛围 那在他的账号当中 就出现一个蛮有趣的 他现在的follows 是200 应该是820 将近830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推出节目之后的第三天 他的账号 每天10万的速度 在增长的追随者 他的基数并不大 咱坦白说基数不大 800万 你要对比马斯克来讲 那是没得比的 马斯克现在是14000万 他连个零头还不够 但是在推出这期节目之后 你可以看到 推出这期节目 到做节目的时间 不到四个小时 他的标题 首先他的标题 就是说 他叫坚持你的 应该那个词中文怎么说 我说不好 坚持你的禁锢 其实如果按照意思上说 就是坚持你的道德准则 有些不该做 绝不能做 有些不该承诺的 绝不能承诺 该反对的一定反对 其实是这个 坚持你的道德准则 坚持你的 他没有说坚持你的信仰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讲述了这个 抨击了个白人至上主义 那你可以现在 就是八点钟推出来的 我做节目的时候不到 还有十分钟才是四个小时 一千五百万 一千五百万的这个浏览量 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有大概boogmark 现在有boogmark是不到一万 那like是二十一万 将近二十二万 那转推的大概六万六 那colt发言的 就是随着他的主题 表达自己看法的人将近五千 这是不到四个小时之内 非常令人 只能说令人感慨 那我个人的说 就我个人的说法 我只能说 你可以看到一个 这是一个全新的媒体形式 那以卡尔松的这样的故事 来表现出来 那我们我还跟大家解释 就是他将如何生存 比如说卡尔松可以 这么做 但持续做下去 将是如何的 那马斯克呢 马斯克也蛮鸡贼的 就是各自拿着各自所需的一面 马斯克呢 就号召所有政客 都到他那儿去上传视频 他去扣了川普 扣了卡尔松 就是就引用了卡尔松的这段视频 说希望左派的人也都来 我这里没有党派 我这里所有人都可以发言 他要把推特媒体推出来 那这篇内容是这个 那是应该叫做 news weeks 新闻周刊第一时间就把卡尔松刚才的这段内容呢 做了一个简介 白人至上主义被当作这个儿童的这种 就是怎么说 这是极其下流 极其野蛮 就像强奸者一样 就他不是一个单纯的恋童癖 他的罪恶超过恋童癖 然后他就他上来就提到说呢 美国社会在强制性的按照肤色 在分裂的 那去惩罚任何肤色 是任何败人 就有点这个概念 然后你要坚持你生命的 就像你生命取决于他一样 所以就坚持你的信仰 我愿意把它作为一定要坚持你的信仰 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关键所在 守住你的道德底线 这么讲吧 守住你的道德底线是关键 然后就谈到 有关对儿童的性虐待的问题 然后就对比了白人至上主义的一切 所以白人至上主义是美国新的 这种所谓的这种 然后他嘲讽说 我们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是零忍度 所以因为他没有任何人 比他们更加威胁这个国家的生命 这一段话是拜登说的 所以他就 然后播放了拜登 在讲这段话 然后就提到说 你们谁给我定义一下 什么叫白人至上主义 白人至上主义到底是什么 我喜欢白人就是至上了吗 我喜欢白人就是有问题吗 我喜欢白人就是 我就是罪恶吗 我就是恋童癖吗 我就是强奸人 你孙女吗 那么是啊 对不对 所以所谓的人权 在这个问题上 所谓的人权主义 真正表现出是邪恶的 是杀戮的 是排斥别人的 这已经是到了这份上 那么美国今天尚存的一个状况 就是说他还能赶还可以讲出来 就是卡尔松现在还可以讲出来 这就像2019年当时的香港 对不对 还能讲出来 有钱不能讲这就完了 那当然作为今天美国抗争的人 就希望这一天坚决不要来 对不对 一定要顶上去 那美国人民呢是挺 还是挺温和的 我觉得挺温和 他最大的这种沉淀 就是美国人民最大的保护 拥有枪支 宪法规定的第二 当他一旦拥有枪支的时候 今天的左派思维想颠覆美国国家 只能靠法律 所以你看到的律师的邪恶 其实是颠覆这个国家 然后白人至上主义被定义为 叫白人种族本质上 由于其他的种族 怎么办扯驴的 对不对 那拜登的媳妇好看 还是拜登的儿媳妇好看 还是他弟妻好看 你问他 你问他 没什么有机会我就问他 你说哪个人好看 对不对 你小儿子把你这个 大儿媳妇给娶了 那他原来那媳妇哪个好 混嘛 人不是人 人不是人 人说陶哥你老举这 他干的不是我说的 你弄清楚了 他干的 还不信别人说你干了 那么还不信说吗 这是美国的 对不对 在富有街我不能说 那是肯定的 然后说了 这个有关政治局 这都瞎掰了 然后谈到2019年 当时卡尔松就在 曾经提到过 有关白人至上主义的 什么担忧 他说这就是一个欺诈 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推出这个问题的人 本身是问题 就是今天的拜登 然后就谈到 这就谈到其他问题 就是川 就是就结束了 然后他内容谈到就是 卡尔松面对着 跟福克斯的对立 那我我以为 我只是跟大家介绍 卡尔松的节目 卡尔松在推特 将持续下去 他要独立说话 他要表现出 他特有的品质 美国就整个人类社会 在出现巨变 美国社会 在出现巨大的冲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大任然 tar 冲击 发 并 穋 从 令 vá 擅 冲